民進黨立委黃國書 爆出過去是現人的身份要退出政壇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還一度切割情治單位跟國民黨的關係 不過事後又改口說 那個時代當然國民黨要負責了 不過他也反批民進黨搞的是清算鬥爭 今天蘇貞昌就反嗆他說 身為這個加害人 還哀哀叫應該要蓋瓜成熟 臉書留了一篇要退黨文章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就沒再進到立法院 過去的現人過往被翻出來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先選擇切割 後來緊急改口 在過去那個大時代 國民黨執政不管是老總統 或經過先生到李登輝總統 都是國民黨執政 當然我們要負責 職責任不單純要自己來扛 黃國書因為配合當時國民黨政權 進行監控工作 先遭到新潮流除名 再到退黨宣言 朱立倫也把炮火指向民進黨 台灣已經民主化30年了 民進黨真的不要 每天都在搞清算鬥爭 時間漸漸的證明了一切 水落石出 當潮水下降 誰沒有穿固執 就會被看清楚 加害人反而哀哀叫 說什麼分化清算 這真是執迷不悟 蘇貞昌要面對的不只黨內事 怎麼給疫情下老虎功高的軍公教鼓勵 蘇貞昌早就給承諾要調薪 但隨著正月14號已經拍板 基本工資調漲 明年1月1號正式上路 相較於軍公教調薪 卻只聞樓梯響 應該會趕在明年1月1日前 一個月內可以把你點頭一下 你點頭就問題 我還是要對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要尊重 日期先盯在錢 只是調漲1%就要花掉71公帑 幅度越高 花的錢就要越多 要調多少 還是要等委員會審議 但恐怕現在就要開始想 錢要怎麼擠出來 華視新聞社會議員